李嘉诚又稍弱逐跑了,与此前的抛售内地五页不同的是,这一次是裁撤内地公司员工。 据媒体8月24日报道,李嘉诚旗下厂将事业商海公司,已展开大幅裁员,目前已有不少员工离职,而这一波裁员还要追溯到更早,今年春节前后即下达了裁员通知及补偿方案,涉及投资、营销、工程等多部门。 而拖到8月份,是因为得到通知的员工,提出春节前后找工作较难,希望有半年左右时间来缓冲。 而据网媒报道,长石集团发言员,就长石上海公司裁员的报道表示,绝无此事。 01当然猫哥也注意到,这并不是第一个传出裁员飞纹的公司,内地的部分地产公司,甚至地产龙头公司都有相关的计划。 就在潮湿裁员计划传出来的前一天,内地封锡绿地集团,被春夜将迎来一场裁员风暴,并称绿地集团董事长,总裁张玉良对经经济,上海及广深事业部总经理做出指示,要求上述区越尽快完成瘦身,裁员10%到30%,报道着,裁员被绿地公司证实,而且现在处于统计等级阶段,以上海为例。 上海公司愿意去外地的可以分流,而不愿意去外地的就离职。 而在同一天,有传闻着,因战略收缩,华夏幸福天津事业部就地解散。 在23日当天,绿地集团的旧出面否则了这个消息,而传闻唯一得到证实的,就是华夏幸福。 8月24日,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600-340SH相关负责人表示,由于项目推进不力,上市公司进行业务调整,的确关闭了产业新城天津事业部,但是企业特别强调地产业务不受影响。 但是事实上,无论是绿地还是长石上海,都已经过了疯狂扩张的阶段,目前各个房地产公司也都面临着人力资源调整的压力。 当然大家对于裁员的说法都保持着相当的谨慎和谨记,即便华夏幸福承认解散了天津事业部,但是对外界的统一口径的恢复都是,没有明确的裁员计划,只是局部调整和优化。 而与这些大裁员的传闻相比,地产龙头企业则显得高明的多,同在全球企业500强的万科和碧桂园并没有裁员计划,但是也进行着人员优化。 但其采用的方式叫做控制编制,通俗的来讲,就是一个罗伯一个坑,不走人就不能进人,尤其是在一线城市这个大市场里,更为明显。 当然对于地产公司而言,人员优化,只是对于市场温度的本能反应,就像冷了就要多穿衣服,而对于地产商来讲,最好的衣服就是收缩成本。 第二,一方面是市场预期调整,房地产项目可以赚钱但不是全部都赚钱,尤其是在遏制房价上涨的角色定下来。 政策预期和市场预期都预防地产商,我们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,时代的预期不同甚至相左,那么明显的赔本买卖就不再做了,一些内地房企不仅不拿,帝王,甚至开始不再枪地。 前几年的一些帝王项目面临入市,不分开巴商为了回笼资金,主动降价,将帝王项目亏本甩卖,甚至还有帝王项目,如南京京港澳项目一样,降价也销售不理想。 而今年也甚少出现前几年那样的天价帝王,而今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帝王杭州搬起房地块以以价率118.51%的价格成交,买家则是来自香港的房企恒龙地产,而7月份的上海虹口天际帝王,夺标的同样是香港房企,而另一方面则更加实际,那就是缺钱,取杠杆在2017年开始如火如荼, 到了2018年并没有停止的迹象,而对于的厂商而言,资金的水龙头关紧,融资的渠道不畅,本来就是高杆杆的行业,没钱自然就没有办法扩展规模,对于大型房企而言,自身积累和存货还足以应付,而对于中小房企而言,简直就是雪上加霜,拿不动的了,开工的项目少了,那么很多项目制的公司, 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,裁员或者人员优化就在所难免,林森有一种说法,叫做失业救国,地产新邦,金融独秀,三个支柱性产业来概括经济形势,新邦的地产在裁员,那么其他两个呢? 而以眼下的形式来看,房地产只是一个缩影,各行各业也都在优化人员,方式也是五花八门,一,券商是裁员,叫新,下放,被离职券商的这一波裁员风波在年初就已经开始了, 投行寒冬来的比房地产还要早,而在牛市市扩大规模,而招来的过多员工就面临优化,新一证券调整了薪酬模式,绩效奖励低延,新一证券有的部门员工, 在实行绩效追溯新规后,被盗扣30%之多,刨除今年打折后到手的奖金,甚至还有可能欠公司钱,中派证券将苏公司的投行团队走了大半,除了苛刻的考核条件位达标,还有薪酬下降和奖金辞职不发保,海同证券变黑龙将公司辖区的人员调剂方案被公布, 而调剂除了同城调动之外,还涉及部分跨区域调动,而国员证券员工爆料,国员证券总部三年内入职的员工,要软到基层营业部锻炼,考核不合格直接开除,东吴证券则被报入职,一年的应届生进入被财名单,但是要求员工自己提交辞职报告,且还被拖欠8月份工资, 二,无奈的裁员,破产倒闭企业面临倒闭或者破产清算,在近半年中进入我们实现的越来越多,在互联网加热潮中的竞争势力,正拉手网在新母公司三包集团,陷入资金链困难的时候,首先就是要砍掉不相关业务, 拉手网在CEO陷入员工离职的情形之下,面临破产,而三包集团更是要清退拉手的一百多名员工,而被三包集团砍掉了还有宏图地产板块,项目出售之际,宏图地产的裁员工作已经开始,比例达到了50%到70%,而面临同样命运的, 还出现在共享单车等格局已经确定的行业,在巨头竞争加负重而无奈退出的企业,在实体企业不振的时期,一批不堪重负的中小企业,以及一些像城峰家具这样的令人不胜唏嘘的行业巨头,去产能,淘汰僵尸企业,环保风暴等带来的关停并转,会使一些企业自然淘汰,或者在原材料上涨等压力下被动淘汰, 企业破产倒闭,出了工作问题,可能还要面临的是,因企业经营不善,而产生的公司拖鲜等问题,临四什么样的人会被财货者说流化掉呢? 事实上,很多巨头企业是达成了共识的,最近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小白兔员工,比如前一阵子,周红一在微博以及个人朋友圈,都炮轰了小白兔员工, 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,能力强的员工容易离职,因为他们对公司内愚蠢的行为的容忍度不高,他们也容易找到好工作,能力差的员工倾向于留着不走,他们也不太好找工作,年头久了,他们就变中高层了。 小白兔员工的说法来自于马云,马云将员工分为鸭狗,猎犬和小白兔,鸭狗是能力强态度差,猎犬是能力强态度好,而小白兔是态度好能力差, 华健对于这种分法颇有为辞,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裁员的借口,却得到了大佬们的共识,无论是华为清退35岁员工,还是阿里,360甚至这些新境的裁员公司对小白兔员工的清理,其,实侧重的都是一个方面,能力, 而所谓的小白兔员工缺乏的是什么呢?能力只是一方面,而重要的是长年累月安以后的危机感,与缺失学习进步动力的不足,而这也恰恰是被淘汰的危险信号,就像一些企业一样,经济环境差的时候,可以选择转型升级,如果员工一起升级那固然是好事,而如果员工不能,那么就着合适的呗,这是市场规律, 而规律不相信眼泪,当然,如果你能够完成个人的转型升级,那么,即便被裁员,有一句话说得好,此处不留言,自有留意处。